中国掀起冰雪旅游潮 使得槟城哈尔滨热闹滚 光是元旦三天假期 就吸引了300万人次造访 狂捞60亿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250亿元 双双创下时尚新高 哈尔滨国际节在5号登场 全市休息一天 要全亭总动员迎接游客 五彩缤纷的高塔 四周满满都是游客热闹滚滚 跟冰家的蝴蝶翅膀拍照 pose怎么摆都好看 还可以在冰雪版本的钢琴上 随着音乐蹦跳 在这种室外 而且这么冷的天 然后在这里 就是蹦击就感觉非常好 挺好的 挺震撼的 第一次看到 觉得他们见得很厉害 冰也很透 哈尔滨一年一度的 国际冰雪节5号盛大开幕 全市公休一天 全体总动员迎接游客 因为光是一天 就涌入三万游客 是不是很难 订酒店的话 我们大概订了两到三天 才找到比较合适的酒店 知名景点冰雪大世界 23间旅馆开放定房 短短几分钟就订光光 来自南方温暖省份的游客 带动冰雪旅游热潮 整个东北地区 旅游都是强强滚 冰雪大世界 雪香亚布利 这些热门景点 最大接待量 都创同期历史的新高 根据哈尔滨文化旅游局统计 光是1月1号到3号 已经有300多万人造访哈尔滨 带来的收益高达60亿人民币 大约是258亿台币 双双创下史上新高 另外哈尔滨这三天的收入 是度假圣地海南省的两倍多 也让温暖的三亚 败给寒冷的哈尔滨 成了网络的热门话题 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